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 我们那边就是一条河 然后这边一条村子 这边一条村子 然后荒芒的大田 种田需要投入的时间很多 然后一年种下来 大概也就一两万的收入 我妈妈她们去田里面 就是捡棉花的时候 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里 然后就把我带到田里面 但是我一般都是捡个一两斤 然后就躺在那个棉花地里面 睡着了 然后就那个棉花就是很高 然后这边有个间隙 就可以躺在下面乘凉 我妈妈给我安排了一个场 先是那个做拉链 就拉链把它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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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做衣服礼布 真的好累 就是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 就很机器化的 然后就觉得 整个人都有点呆呆傻傻的感觉 在电视上看 那些外面世界都很精彩 我就觉得人就这么平淡地过一生 我觉得不太好 不太想 就是很想过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我来到了上海 第一次来上海的印象就是 上海全家的那个饭团 跟冰淇淋还挺好吃的 还有一种认知就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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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呆得越久越有本事那种感觉 就是灰溜溜跑回家的人 都是没有本事 怎么就没留住呢 接到那个通告的那个时候 发现就是又有了一个可以去上海的机会 然后就来了 我觉得相比于说这个活动来说 我觉得更吸引我的应该是可以留在上海 我爸有这么多钱 我得多干哪钱 买房买车 然后去 去 去 去个男人是吧 看我我以后就买买一个这个 最大的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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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嗯 不如数数 一个两个三个 个十百千万十万 我十三万 那我看不见小的 个十百千万 那就是这个小的吗 那小的一千 对吧 这个啊 就小的两万 我应该没数错吧 对吧 两万 对我就买个这个 嗯 自己买 在见到他之前 对他一无所知 看到他们 在舞台上 他真的就是 就是我当时在二十几个姑娘里面 第一眼看到的女孩 确实眼值太漂亮了 就你就是看着他 眼睛就会看着他 然后他确实跳得也不好 唱得也不好 但是就会眼睛跟着他走 能被人看见就是一种能力 就是有些人 他就是拥有这样的能力 你在人群当中 一眼看到的就是他 这难道不是他的能力吗 明镜需要休息